先看到在南方澳总共有13户的民宅 5户是被冲得全毁 而当地居民去气的是 这个国军弟兄来救援人 但是没有人理他们 没有人来救他们 这让他们非常的生气 当然这一点就是接下来要讨论的重点了 在国军救援的过程当中 真的会爆出了有优先顺序 先救陆克再救台湾人这样的状况吗 来自麦聊的近乡团的旅客 他们也提出了质疑 认为国军大小眼 有旅客说这些国军到现场去 先是把陆克救出去 才来救台湾人 同时近乡团的领队也指出 救援的物资分配不均匀 都被大陆人抢光了 终于从苏花公路被救了出来 卖聊近乡团一行60人 陆续安置在宜兰仁爱之家 老人安养院 虽然所有人平安无事 但有旅客的质疑 国军在救援过程中 竟然出现先后顺序 先救陆克再救台湾旅客妈 救援顺序引发争议 就连现场提供的物资 也爆出分配不均匀的问题 有都是被大陆人拿去了 都是抢走了 这些有什么办法 有关外界有些质疑 是不是我们在救援的工作 受优先在撤离这个陆籍的这个人事 我在这边要跟大家郑重的澄清 绝对没有这种事情 国防部强调 救援顺序是以受伤和生命的人优先 绝对没有台客路客之分 发生中的灾难 国军已经请全力救灾 希望所有旅客都能平安返家 在这么大的